字幕制作人 王傑民 XX的一把斷劍 每天在親近的三頂練劍 就哦 我要斷殺 XXX 可能理念沙好噓不合 你也是開公司 對 好好笑喔 我會屬於恐怖輕人型的 我一旦已經講出口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問 我一直問 大家好 歡迎回到大麻西餐車 我是今天的餐車小姐 麻西 俗話說得好 沒錯 今天就是要來問大家 在講這個之前呢 我們的餐車一樣 招商中 拜託 廠商 好好的利用我們這個板位 我們不只放這裡 我們所有人的螢幕 連方位的位置 通通都會放上你們的產品 請大家好好的利用 那麼我們開始 請今天的餐車第一位 諾基 沒想到呢 我們已經單身了很多年的諾基 初戀的故事 大一下學期的時候 其實我比較沒有那種就是 一見鍾情的喜歡過人 我都是認識一陣子 就覺得這個人不錯 所以才喜歡他 我們是大學同學嘛 可是因為大學你也知道 就是有時候選的課比較不一樣 然後後來就 補充了 幹嘛 你跟他同學大學 對 我前女友他也認識 那是我們的同班同學 然後他就是 那時候我覺得他滿 算可愛的 所以就是想要多認識他 那個女生很喜歡海豚 所以他也告訴我 有一個星座叫海豚座 因為他要升大二的時候 我去清淨農場實習的時候 因為那個清淨就是在山裡 有很多石頭 我無意間看到一顆石頭 很像愛心的形狀 然後我就想說 那我就收集七顆愛心的石頭 然後把它拍成海豚座的樣子 把它表框然後送給那個女生 表框 對啊 哪一個禮拜後就有PJ的東西 他有一個前任 但是他沒有告訴我 他其實是 就是他 他應該是spy 就是雙性 但是一開始 大家口口相傳就是 他有喜歡女生 所以在交往前我也問他說 那一個是你的前女友還是女友 室友 對 然後他沒有 他說他只是我室友 只是他那個室友 我們還是喜歡他 這樣子 所以我就相信 所以他們是有交往過的 有 其實講實在話 反而是我是介入 但是我有先問 我有先問 就是你們有交往還是幹嘛 他說沒有 對 但是 我就相信他 可是後來到所有事情結束完 結果這個人 他說 我們不知道啊 只有你不知道 他愛情裡面不被愛的還是第三者 他那個室友 因為其實也不是有諾基在追那女的 還有一個學長也在追 然後反正那學長那邊有看到很多情報 反正就是他那個女室友就是 就是因為進水流還先得月嘛 就是常常就是因為他 晚上女宿有門禁 女宿啊 女宿注意 所以有時候他可能白天 晚一點跟他在約會完 然後很回宿舍 但是他雖然對待女的可能就是想當朋友 但是 因為日久生情 還是可能 其實去熬而乳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也都知道 但是我就覺得 啊這愛情 就是自己要努力啊 兄弟登山各自爬山 我也不能放他什麼 我只能跟他說加油 你可以的 然後他就後來 他對我很好 他知道我成功交往之後 他就出來 就我在宿舍裡 他打電話叫我出來 然後他就坐在宿舍門口在那邊抽煙 他說 欸聽說你成功了 對啊 他說 有什麼問題可以問我 他怎麼問我 他怎麼問我 你也去看那個信版啊 都有交 他很純情 那你有問嗎 沒有啊 沒有到那個地步 還沒有 其實就是那時候 就單純 牽手而已 就還沒有 什麼都還沒有發生 就結束了 啊 那兩個禮拜的發生什麼事 一個月啦 一個月 一個月 你自己算一個月啦 其實才兩個禮拜 你幹嘛說 他都覺得有一個月 你覺得有就有啦 在時間的洪流裡 那個時間 一秒都不到 這故事你們聽到的只是表面的 怎樣啦 然後在上面的時候踩石頭 他有練劍 沒有啊 都不會練到屁股的劍 這不能劍 他拿了一把斷劍 每天在清劍的山頂練劍 都 我要斬殺 XXXX 我要砍梯田 梯田 梯田 那時候就是因為在清劍很無聊 然後剛好就是有小孩子斷掉的劍 我就拿來在那邊揮 我有另外一個朋友 他跟著我們一起去上面實習 然後就跟他通風暴行 他說弄起來好像快跌倒 拿著劍在山上揮來回去 然後他就說老師喔 他是不是在練斬這件法 可是這邊跟大家講一下 其實很多女生 我不知道 但是我以前高中是女生班的 很多女生其實都有跟女生交往過 但是我記得那時候 小小的分享一下我的故事 好 我記得那時候我高中的時候 也喜歡過一個女生 然後我跟我爸媽講這件事 我就說爸媽 我可憐跟你女生還這樣 然後 然後我媽那時候完全的就是很正經 他就不想想想 他就說那好可憐 然後 然後可是我爸那時候 馬上他回我一句話 就這句話讓我非常的 感動 對 感動到現在 他就說那你跟我一樣 我也喜歡女生 帥 讚 我就那時候覺得 就是他讓我 我不知道他是無心的 還是想趕快略過這個話題 但是這句話就讓我覺得說 就有時候真的只是 你只是剛好喜歡一個人 只是說剛好他的性別 是男是女的不確定 但是就是剛好喜歡那一個人 所以你沒有輸 他還是有跟你在一起 你沒有輸啦 你是不是沒有頭髮 沒到輸 那諾基幫我們選一個 好 那我就選海苔 諾基很純情耶 你算是追女生追得很認真的那種人 也沒追多少人啦 好 所以比較原始一點 好 謝謝諾基我們換下一位 另外我歡迎大黑 YA YA 我今天單身 很危險 對啊 我剛剛嘴唇在抖 初戀大概是高一的時候 有什麼 13年前了吧 第一次遇到初戀是 在我家樓上 就是那個時候剛搬家 然後因為我爸想要看那個高一點的樓層 然後我們就上去看一下剛好遇到那一副家人 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就剛好看到那個時候我的初戀這樣 然後那個時候大概才國三而已 對 但是就會特別覺得哇 他就是一個佔放一個光芒這樣 他那個時候讀國中的時候 因為他功課也滿好的 然後他也滿聰明的 然後長得也算滿漂亮的 所以他班上就是有點被拍擠這樣子 那個時候我就是一直在陪他 然後就是聽他訴苦啊什麼 就一直陪伴他這樣 以前不是會寫那個一張字 然後把它折成像 折愛心啊 折死馬 對 我們從那個時候就是會傳那個東西 然後記得我們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就是他畢業後 他那個時候考上精美女中 對 然後那個時候我還是讀內湖高公吧 我記得 是怎麼告白的嗎 好像就是極通告白的 最爛的那一種 你也是 對啊 跟我一樣 對 對 那你們平常怎麼約會 休學是考復興嘛 然後他一樣就是讀精美女中 然後有時候要嘛就是去他學校找他 要嘛就是約在間站 但是那個時候我自己會有點自卑這樣子 畢竟對方讀到那麼高學歷的 然後你可能去景美女中門口 等待的都是什麼建宗的啊 成功的那一些 真的假的 他媽就有一個人穿著紅外套附線的在那邊等 他重心很強耶其實 可是畢竟高中生會看不起高職 但是我很感動的是他就跟我講說就是 不管怎麼樣他就是很愛我這個人 不會因為學歷或是什麼的關係 所以他每次跟我出去 他都很希望我可以穿著制服這樣 等一下 我高中的 他有舉手 高中的女朋友就是我是建宗的時候 我交往的是德明 所以你看我也是沒有在看 沒有在乎這個 謝謝 老闆娘很棒 有一次就是我們在那個公車站 就是那天比較冷 因為那邊有橋或什麼的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剛好有在約會這樣 然後他就說他覺得很冷 然後我就直接擋他面前來 然後把那個外套打開來 哇 就好像飛鼠那樣子 就很好笑 當然他就笑出來了 因為他覺得說其實這樣也遮不到什麼風 但是他覺得就是我這個動作很貼心這樣 所以這個是我一直還滿印象深刻的事情 哇 就是被他這樣講 我覺得這名就不是個什麼樣的舉動 但是他全部都是看在眼裡 可是像你那時候讀復興商 其實非常多女同學 那他有擔心過嗎 有啊 那怎麼樣去解除這個 應該說怎麼樣解決這件事 老實講那時候我還滿炸的 因為並沒有 哈哈 你撞得那麼炸 哈哈哈哈 這個 招球給你 居然說我滿炸的 高中那個時候 老實講是我自己 因為我不懂什麼 叫做 畢險 你真的很了解很愛這個 因為那個時候你交往一定是一個感覺啊 那你們後來又怎麼翻開 後來就是因為 可能理念上我覺得不合 理念你不是開公司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對對對 好好笑喔 中途中也滿多就是大大小小的爭吵 對他很不好意思 因為那時候就是 我後來自己就是慢慢的淡出這樣子 然後也就跟他講 淡出 真的演藝全 傳魂破滅 哈哈 這件事情我真的很想 我很想回應一下 來… 你知道嗎 因為我以前念高中的時候 我也教你們 就剛剛得名那個啊 然後那時候其實 因為我跟他想法一樣 就覺得說 我不知道到底愛一個人是什麼感覺 所以他問我說 你愛不愛我 我心裡想說愛感覺好沉重喔 又不是要結婚要幹嘛 感覺是要結婚啊 然後一輩子結為連理 這才叫愛 愛感覺是要有一些Response 對 Response 不是 我知道你想要責任 真的 真的 但是當時我心裡就想 所以 可是因為我就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啊我那時候就很白癡 我就跟他想說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說 然後 然後那個女生就 可是那女生真的對我非常好 他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騙我 哇 然後 然後我就 所以我後來就說 好那我愛你 我發現我 我懂老闆這個心情 就是你 你內心那個道德感過不去 對對對 就是那種道德感 你不想亂講話 你突然在這方面 你沒辦法語 不誠實 好大家來吧 給我們個答案吧 那有時候出現了一個女生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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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跟我那家女朋友 就是已經也相處 到後面大概都知道彼此的那個 適不適合這樣 沒那麼適合這樣 對 然後加上那個時候我的女生朋友真的 比較多因為環境的關係 所以就是他也沒辦法接受 但是我也沒有跟那些女生朋友怎麼樣 那時候剛好出現一個女生 然後也是 就是什麼都很合得來 然後聊天也都很聊得來這樣子 然後也都能理解對方在做什麼 這樣 這講這些話都是廢話 這就是渣男初學班一第一 一開始的症狀 一開始就是這樣 我沒有否認 我沒有否認 我自己是覺得我那個時候還滿渣 因為我根本就不知道我自己要的是什麼樣的感情 對 這我能理解 對 但當下你不會 你不會這麼想 那下一個你喜歡女生你有追到嗎 有啊 然後可是你就是等到這個斷掉之後你才知道 對 就是我 你現在說老實話 不是在鏡頭前說謊吧 沒有啊 真的喔 沒有那個喔 真的是不懂愛這樣 他也知道自己以前自己做那些事情其實不太OK 對吧 但 現在就是 懂了 哇 以前是真的 開始懂了 開始懂了 我講 開始懂了 我甚至到大學 大學 我都還 真的還是不懂我自己到底要的是什麼 我以為說你跟一個興趣相同女生在一起 你可能覺得會很棒 你會過得好 但也不一定 我真的覺得很多感情是你一定要交往過 相處過的才知道 因為當朋友當多久其實都只是朋友的狀態下 你一定要交往過 對 有些人可能覺得這樣很雜 可是這真的才要讓你知道你自己真的想要的另外一半 或是相處起來的感覺是什麼 好 謝謝大黑 來 誰哥 來 選一個海棠 YA 我們下一位 我們歡迎蔡哥 我們歡迎蔡哥 關於初戀的故事 初戀請問距離蔡哥多久呢 距離應該有十年 哇 十年之前 我大一 大一的時候 我大一的時候 我大一的時候 我不是你 你這樣看了 想問一下你當初是怎麼認識的 那是我的大學同學 因為我發現 我交了兩個女朋友好像都是那種 比較那種身邊類型 因為我算是我比較 因為我 因為我的狀況是這樣 等一下 你叫我 等一下 我就是 因為我發現我追女生比較是屬於那種 我如果跟你比較遠的話 我會太 大家會 我跟諾基一樣 人家會覺得我們太衝 所以我每次我發現 我只要有成功 都是靠我很近的人 剛開始的時候 因為我們那時候高三升到大學的時候 大家不是都會去那個 無名下面留言啊 什麼什麼 學校會無名 誰來我家 對對對留言 然後我那時候就高三升大學的時候 我們都還沒認識同學 但是大家一定是先從網友的關係 我那時候就發現到 他的無名 我發現他蠻可愛的 我就很喜歡那種 怪怪怪怪的美少女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他的封面 就是放 三個那種 蝕蝕的雕像 然後是 藍色的人 藍色的男生有肉屌的那種 就是我覺得他的那個個性實在是 太奇葩了 所以我真的是 有被煞到的那種感覺 他笑得很狂妄這樣子 Amy 對 對啊 好像就是Amy喔 Amy 他有時候笑一笑 會講髒話這樣子 Amy喔 你們後來是怎麼在一起 那時候還沒有想說 要怎麼出招這樣子 所以你那時候就是 就是很平常的 也沒有特別說 對這個女生有好感這樣 表現出來 沒有表現出來 到後面要追的時候 那時候才比較有表現 因為我其實 喜歡一個人蠻明顯的 所以 所以他們可能就是 偶爾偷偷分配的時候 那你在誰 你在誰 然後我就會在 我就 喔好好好 這樣子然後就在 因為我們那時候很會常聊 Amy生啊 然後我就是 Amy生問他 然後第一次的時候 他就說 可能要再看看吧 怎樣 我是屬於那種恐怖情人型的 我一旦已經講出口的時候 我就會一直問 我一直問 我就問他 那你今天覺得怎樣 那你考慮得怎麼樣 類似這種 然後就問到第二個禮拜的時候 就成功了 天啊 想說小朋友不懂 大一的時候 哇這一段持續了多久 半年多快一年吧 我記得在一個7分那邊 砍這樣子 然後我就 就是說 就要分這樣子 然後我想說 那也只能分啊 我們要man要酷 然後他就 他就講話好的時候 他就 他就離開了 然後我就 我就是一個那個 電影的那個 畫面 那個透明玻璃窗 我一直這樣做 然後這樣光灑進來 然後這樣眼淚這樣 然後外面行人這樣 走自己的 走自己的 可能還有一些人牽手這樣 喔 天啊 對 那就這樣子 然後我 就是那一整個禮拜吧 那一天 就是都沒有去上學 你難過到這個地步 會啊 因為你初戀 那時候很不懂啦 以為這個天崩地裂 但其實還好 因為像後來看湯瑪也是教好幾百個 他也沒辦法 沒有把這種事情放得很重 我覺得像你這樣反而 沒有把每件事情看得那麼重要 才會自然 才會除之害 你要珍惜在一起的時光 因為他離別人就是遠近的 哇靠 遠近遠面 你後來在面對女朋友 你有改善嗎 後來有改善一點 會搞一些小花招 這樣子 對 比如說吵架了這樣子 然後我就騎摩托車去 載我後來女朋友 載載載載 要吵架 但是還要去載嘛 然後他就 我們在見面的時候沒有聊天 然後他就打開那個車廂 我就 我就放一朵花在裡面這樣子 這很強耶 這蠻不錯的 這很強 哇 你太強了吧 這很強耶 你進化太多了吧 他剛剛看到我畫一頭 他說什麼 你說什麼 他就在那邊笑啊 我也在那邊笑啊 那你們有 我都看 削到你是老虎女的嗎 哈哈哈哈 哇 感謝 因為蔡哥兒的分析 有金色耶 好 你可以看後面啦 好 我想到了 我後來有變強一點點 就是 他有生氣的時候 我就會去買那個 巧克力給他吃 那他有比較不生氣嗎 沒有 你有哭嗎 你跑的時候有哭嗎 就是我就是很生氣 就是會 打牆壁打電子巴掌 我就說 你不要再寫這一塊啦 而且他跟蔡哥長得蠻像 哇 後來我講到真的受不了了 整個心情很差 加上跟他們講話的時候 那個生理反應會整個起來 就是你會很想吐 然後那一整個禮拜 我連喝水都會吐 我大概一整個禮拜 我只有吃一片子